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灵修进到列王纪上第十七章 我们先要看第一到第七节 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伊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责说 事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路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激烈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伊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约旦河东的激烈西旁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 他也喝那西里的水 过了些日子 吸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在进入亚哈国王的事迹里面 列王纪用了相当长的篇幅 来记载一位先知 以利亚的事迹 当然以利亚这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旧约人物了 那他的事迹也就留在列王纪上 给我们看见在那个乱世之中 神仍然拣选人 成为他的仆人 忠心的来侍奉神 这里给我们看见大自然气候改变了 以利亚说我假如不祷告 天就不下雨 这句话非常有能力 因为他的祷告影响到天下雨和不下雨 他说不祷告就不下雨 逻辑推理很简单 要下雨 以利亚必要祷告 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 其实不是以利亚祷告不祷告了 是以利亚所祷告的对象 神在掌管的嘛 所以以利亚是被神使用的人 当他向这位掌管自然的神祷告的时候 神就垂听 当时在汉灾之中 不过神也为以利亚预备一个安身之所 叫他住在西边 有吸水可以喝 然后又有乌鸦雕饼 这些都是以利亚一生非常传奇的事迹了 然后就在这一个神要他躲避亚哈王的这段时间 哇 国家真的是干旱了 因为最后吸水也干了 到底神借着这个干旱 要教导百姓什么功课呢 那在以后的经文 陆陆续续就给我们越来越清楚 不过今天这七节经文 给我们思想一件重要的功课 那就是 我们所跟随的主 是大自然的主 我们所跟随的主 不只掌管天气 更掌管他所造的动物 所以他可以指挥乌鸦 所以他可以让以利亚 在这一个的恶劣的气候之中 仍然可以存活 对比不遵守神话语的 以色列的诸王 给我们看见 神的话语带给人生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盼望 亚哈在极度恶劣的 建立了外邦偶像的这个环境之中 也面对了极度恶劣的考验了 那么在这个考验之中 神要拣选仆人来忠心侍奉 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 跟亚哈当时当然不同了 不过那个恶劣程度挑战的巨大 我想也不会差太多 求主也使用忠心的仆人 来为主传达神的话语 使得在干旱的时候 仍然有神话语在人心中的滋润 求神使用你 平安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